前段时间和大家聊了两期有关于春茶的问题 上次聊的都是绿茶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种春茶 白茶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拿一点茶样来看一看 这个茶是我2020年的时候买的 那么光看外形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茶怎么样 这个茶等级应该是白蚝银针 上面标签上面写着白蚝银针 写的是特级的铲子福顶的一个白茶 那么我挑一个典型的大家来看一下 看看这个针 这个针怎么样 大家觉得这个针如何 这个针看上去还算是稍微有一点肥 而且这个白蚝呢十分的显露 那么大家猜一猜这个白茶多少钱 我当时买的时候是30块钱包容 这是一两 我当时呢也是好奇这个白茶为什么会如此的便宜呢 为什么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 于是就拿了一点来回来看一下 那么现如今的很多朋友买茶业呢 都是在这个网上买 尤其是直播间去买 当你们去看这些茶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看到的只是外表啊 这个茶呢你只能看一下外表 就保持现在你们看到这个样子了 觉得这个茶还不错啊 可以来尝一尝就觉得挺便宜的 买一点的也不吃亏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茶 我尝了一次再也不尝了 它一入嘴之后啊 整个舌子都快麻了 那么显然这个茶呢就是 问你茶了啊 我们先来看这个茶业的外表啊 看到这些黑黑的叶子没有 黑黑的这些叶子 白蚝银真的是不应该带有这些黑叶子的啊 而且呢看外形的颜色啊 这个茶的叶的颜色 它已经不是那种非常白的那种颜色 它还发一点绿啊 发点苍绿 和正经的这种灰绿啊 不太一样 乍一去闻带一点蜜味 但是呢你还能闻到它这个生青的味道 所以这个茶啊 它本身就没有按照正经的白茶去做 那么当我们在这个网络上买茶的时候呢 外形是很容易看到的 但是这个内置如何 它的工艺如何 我们是看不到的 因此呢 买茶还是要尝一尝 尤其是呢要冻嘴 甚至呢要闷一闷 闷一闷呢 它所有的缺点也就都暴露出来了 好了今天就像这样 我们改天再见